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最近在我的美头圈上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买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在过去十多年中 一直都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东西 可是最近却突然打火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的收益率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前存在银行 现在平均的利率也就1% 而放到货币市场基金中 随随便便就有个4%到5%的利息 而且还能够随取随用 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利差 纷纷开始转移走了自己的存款 下面这两张图就分别为 货币市场基金的总量变化 以及美国人银行存款的总量变化 可以看到过去一个月中 货币市场基金的总量迅速的飙升 而美国人的存款则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各大银行的注意 存款可是这帮银行的命根子 少了存款 银行所有的业务都要收缩 而美联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存款流失的速度 已经开始要倒逼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了 既然货币市场基金 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款都息息相关 而且又开始已经对于整个市场 造成了系统性的风险 那么你就觉得 我有必要好好给各位看官 来讲讲这个话题了 那么货币市场基金的大火 究竟会给现在的美股市场 带来怎样的风险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货币市场基金真的是无风险 还高收益吗 我们普通人投资货币市场基金 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要说货币市场基金的突然大火 还得从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 SVB破产事件开始说起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 当时SVB之所以撑不下去 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就是存款流失的太快 导致资不抵债最终破产了 那么为什么它的存款会流失如此之快呢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货币市场基金 当时的货币市场基金的利率 普遍都能逼近5% 而且像存款一样 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随用随取 而反观SVB呢 它的存款利率却只有可怜的1%都不到 我们普通人对于利率 各种投资工具都并不敏感 但是企业和不同 他们往往都是有专业人士来管理财务的 所以他们知道该如何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而SVB的客户就几乎全部都是这些企业客户 他们看到了市场上有如此高的利差 那很自然的 这些存款就陆陆续续的被转去了更高收益的地方 而SVB本身的运营又有问题 这就加速了它的破产 在SVB破产之后 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就纷纷注意到了这个 幕后推售货币市场基金 再加上SVB破产之后 所引发的存款信任危机 很多人就开始纷纷转移自己的存款 而那些嗅觉灵敏的人 他们就开始意识到 将钱转移到大银行 也不过是收到1%左右的利息 那还不如 干脆有样学样 直接把钱转进货币市场基金 这样还能吃到更多的收益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视频一开始那一幕 货币市场基金的总量在快速增加 而存款的数量却在断崖式的下跌 自3月8日SVB爆雷之后 共有3000亿美元的巨块 流入到了货币市场基金中 而同一时间 美国人的存款又刚好流失了3000亿 这肯定不是一个巧合 到现在为止 这种存款流失的趋势仍然没有结束 反而随着越来越多人 意识到这个利差 存款流失的速度还在继续的加剧 那么这会对于金融市场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它会加剧眼下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只要货币基金和银行的存款的利差 依然存在 那银行就会血流不止 总会有一些类似于SVB这样 经营不善的银行补它的后辰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影响在于 银行们会因此而收紧信贷 也就是银行不去贷款了 如果看了我们上一期 介绍银行运营模式的看观就应该了解 银行运营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存款数量 银行的所有赚钱项目 包括它的借贷投资等都取决于它存款的规模 一旦存款流失了过快 银行处于审慎经营原则 再加上极其严格的监管 他们就必须要收缩自己所有的业务 而这将影响的 绝不仅仅是银行少赚钱这么简单 更关键的是 它会减少经济体中的货币流通数量 从而抑制经济的发展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一旦银行不愿意放贷了 那么企业拿不到钱来运营 民众拿不到钱来消费 那整个经济就肯定会受缩 也就是说 只要货币市场基金和存款的利差 一直保持 那么存款就会一直有流失的风险 那美国经济就加速进入衰退的趋势 而解决这个危机 最彻底的一个办法 就是美联储的降息 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能有今天如此高的利息 就是因为美联储史无前例的急速加息所导致的 而如果美联储开始降息了 那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 马上就会跟着降下来 这就可以为银行进行止血 抑制存款的外流 这就是为什么 美联储虽然嘴上说 今年绝对不降息 但是市场都预计 美联储今年还是会至少降三次息的原因 这就是因为市场认为 美联储它不可能让这种巨大的利差 这样持续下去 说了这么多货币市场基金的影响 我相信肯定有看官跟那咬后糙牙了 你咋就是不讲 到底什么是货币市场基金呢 其实你别看货币市场基金影响挺大 名字听起来也挺唬人 但其实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 也非常好理解 货币市场基金 首先它就是一个基金 和其他基金一样 它就是一个 投资了一篮子产品的这么一个组合 只不过 它的这一篮子组合 全部都是一些风险最低 流动性最好的短期债券 其中最大的投资标的 就是美国的短期国债 一般到期时间都在三个月以内 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对于货币市场基金的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 因为美联储所调整的基准利率 就直接反映在这些美国的短期国债上 现在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在4.83%左右 而短期国债的利率基本也在这个水平 而大部分的货币市场基金的利率 就也在这个水平 除此之外 货币市场基金的组合里还会投资一些 诸如银行成对汇票 存款证书 商业票据等短期的金融产品 不了解这些是啥其实没关系 你只需要知道 这些都是一些到期日极短 流动性极高 风险有极低的投资品就可以了 它们跟短期的国债其实非常类似 所以你看 货币市场基金其实就是打包了市面上 所有的流动性最强 风险最低的投资品的这么一款基金 这东西没啥基础含量 银行自己的业务经理一直以来 都不爱给自己的客户推荐这款产品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东西没啥基础含量 所以提供这种产品的机构非常的多 在美国 几乎每一家银行或者券商 都有属于自己的货币市场基金 购买的渠道也非常多样 而在中国 也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货币市场基金 它就叫做余额宝 如果你真想要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话 那么它的三个特点 你就必须要了解 第一是 货币市场基金 它是一个宝本的投资 这也是这款基金 当初设计的初衷之一 所以它里面的资产 几乎选择的都是一些无风险的投资 货币市场基金的Net Asset Value Nav净资产价值 始终都维持在亿美元 几十年来从来都不会改变 而投资的收益 会定期以利息的形式 发放到投资者手里 这其实就跟银行的定存非常的类似 货币市场基金的第二大特点 是它的流动性很高 和银行定存 你需要固定存一段时间不同 货币市场基金 你是可以随时存随时取的 而且当你需要用钱 需要赎回的时候 它很快就能将现金交到你的手里 美国大部分的货币市场基金 都是T加零 也就是你当天发交易订单 当天就会完成交割 然后很快就可以提现 而一般的基金或者股票 到现在为止还是T加二 也就是需要等两天 才能真正完成交割 而最后一个特点就是 货币市场基金 它的交易成本是很低的 现在其他基金 往往都会有些隐藏的费用 比如进入费 退出费 短期的赎回费 还有一些有交易佣金 但货币市场基金 由于没啥技术含量 而且竞争还非常激烈 所以它几乎没有任何上述的这些费用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银行的业务经理 不爱给你退这类产品的原因 正是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这些特点 使得它可以被当作是一种银行存款的替代品 这就是为什么 当货币市场基金的利息 和存款的利息的差值如此之大时 存款的流失就会变得如此的严重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多余的现金 那确实是可以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 来赚取更高的短期利息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券商 就是这么定位他们自己的货币市场基金的 比如美投军的合作商之一 IB盈透证券 就提供类似的服务 如果你有未投资的现金 在IB上你可以获得最高4.33%的利息收益 除了提供货币市场基金以外 IB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成本很低 它不仅交易佣金低 而且融资的成本也很低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IB的交易平台的功能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交易 功能十分期权 而且方便上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服务 都是为了让投资者能够在交易时 获得更全面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投资货币市场基金 或者有开户的需求 那欢迎点击下方制定评论中 IB的链接 如果没有相关需求 那美投军也想请各位看官 帮我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也帮我点点制定评论上的链接 无需注册 无需开户 单纯点击链接 就能够帮助到美投军 谢谢各位看官的支持 好 咱们言归正传 刚刚咱们讲的 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一些优势 但是真的在投资之前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投资这种产品的一些问题 首先 咱必须要清楚 货币市场基金 它只能作为一款短期的投资品 它并不适合长期投资 和银行定存不同 定存是既保本也保利息 从你开始存定存那一刻起 每月收多少利息 这就固定下来了 而货币市场基金 虽然它也保本 但是它却不保利息 在你吃肉的过程中 如果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发生改变了 那么货币市场基金的利息收益 也会时时跟着改变 现在的货币市场基金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吸引力 就跟当前美联储维持的高利率 有很大关系 而这个高利率很难长期维持 最终一定是会有所回归的 也就是说 你的利息收益 最终也肯定会降低 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 货币市场基金也曾一度大获 当时的基准利率 曾一度飙到20% 但没过多久 利率就降到了3% 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 也跟着大幅下降了 事实上 如果你去看历史数据的话 货币市场基金 长期是一直跑不赢通胀的 所以短期拿它来代替存款 确实是可行的 但是长期投资 它并不合格 另一个投资货币市场基金 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是它并不在FDIC的保险范围之内 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 假设银行倒闭了 那么政府机构FDIC 就会有一个25万美元的保险 来cover你的损失 但货币市场基金 它却并不在保险的范围之内 如果你投资的 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行银行 真的倒闭了 那也不会有人给你兜底 你可能会质疑 我们刚刚不是还说过 货币市场基金是保本的吗 怎么现在又有风险了呢 是的 多数情况下 货币市场基金确实是保本的 但是在极端情况下 它仍然存在亏本的风险 这事儿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过 当时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之一 Reserve Primary Fund 简称RRF 就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次 巨大的危机 公司甚至因此而最终宣告破产 事情的起因 是RRF的仓位中 持有很小的一部分 雷曼兄弟的商业票据 大概占比是1.2% 而随着雷曼兄弟后来的破产 这1.2%的商业票据 就变成了RRF的永久性亏损 1.2%看上去不多 但市场却给吓坏了 因为他们意识到 货币市场基金 也不一定是完全安全的 它还持有诸如AIG 美银和花旗银行的商业票据 这些金融机构 也都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 这些商业票据会不会也出问题 于是消息发布之后 投资者几乎在同一时间 都要求赎回基金 仅仅24个小时 RRF就有三分之二的资产 被申请赎回 很快挤兑就发生了 为了应对几对 RRF马上宣布 把净资产价值 从原来的亿美元 降低到了0.97美元 这就意味着 投资者已经亏本了 3%的本金了 同时 该基金还宣布 在七天之内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赎回申请 这下好了 货币市场基金的两大优势 保本和流动性高 全都给干没了 投资者一下慌了神 恐慌迅速蔓延至 其他的货币市场基金上 美国的全体银行 都不约而同的 面临了几对的风险 最后 还是政府的介入 挽救了这场危机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 先是让始作俑者 RRF立即停止运营 并且马上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 一个拥有650亿美元的 超大型货币市场基金 就瞬间崩塌了 为了安福其他投资者 财政部同一时间 出台了一个 货币市场基金的 临时担保计划 给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 保本 当然 RRF的投资者除外 政策出台之后 投资者的情绪 逐渐平复了下来 几对潮也就很快停止了 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货币市场基金的危机 就此告一段落 也正是因为这场危机 SEC最终决定 对货币市场基金 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其中SEC就规定了 货币市场基金中 有97%的资产 只能投资信用评级 最高的两个评级的证券 SEC还要求 货币市场基金增加流动性 规定至少有10%的资产 能在一天之内 就转换成现金 95%的资产 要在一周之内 能够转换成现金 另外 SEC还会定期 给货币市场基金 进行压力测试 来保证他们的能力 在各种极端情况下 都能够保持一个 稳定的净资产价值 目前看来 货币市场基金 要想要再发生 08年这样的危机 已经可能性很低了 但这也至少 给我们投资者的一个警示 那就是 投资永远都是有风险的 任何情况下 那么多 我想你应该对于货币市场基金 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投资的话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投资呢 又有什么因素 需要我们注意呢 首先 收益率毫无疑问 是最需要考虑的 业内最常看的数据 是过去7天 年化后的实际收益率 之所以没有选择 其他基金常用的30天 或者是一年 是因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 波动非常大 几乎每个月都会不一样 所以 只有最近几天的收益率 才真正具有参考价值 另外 我们看到的收益率 一般都是扣除了 管理费之后的收益率 所以大家选基金的时候 可以直接忽略管理费 直接比较实际的收益率 就足够了 另外 货币市场基金的 税收优惠政策 也值得我们关注 举个例子 像Vanguard的 市政货币市场基金 VMSXX 它就会对部分的美国人群 提供税收优惠 所有利息收入 都会免征联邦的所得税 不过 还是要交地方税 还有一些基金 则连地方税也可以免掉 如果你的税阶特别的高 那么这些基金 说不定会更适合你 但你也要知道 这些有税收优惠的 货币市场基金 他们的收益率 普遍要更低一些 就比如这个 VMSXX 它的收益 就只有3.87% 比一般的货币市场基金 要低个1%左右 还需要注意一点 美国大部分的货币市场基金 都只是给美国居民所提供的 如果你不是美国居民 你也可以找一些本地的券商 或者银行所提供的美元产品 比如我所在的国家 加拿大就有一些本地的券商 提供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 其实收益率也差不了太多 你也可以选择直接投资 本地货币的货币市场基金 比如中国就有余额宝 最后再啰嗦一句 由于合规的原因 有一些券商 它不一定能够提供货币市场基金 或者他们只提供自己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 所以如果你的券商在交易页面中 找不到你想要投资的标的的话 你可能就得去打电话 问问你的银行或者券商 有没有其他的交易渠道了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